当奇遇对战奇遇,战斗结果究竟会如何? 奇遇的实力是一拳超人中最强的,想必没有人不认同,那么谁才能打败奇遇? 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奇遇自己了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期一拳超人的同人作品《奇遇对战奇遇》。 另外一个奇遇究竟是哪里来的?为什么又会跟奇遇大打出手? 我顺利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记得关注我的频道,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。 在开始之前提醒这是同人作品,在这个作品的设定中,奇遇跟杰诺斯的关系非常的暧昧。 画面一开始,穿搭黑色英雄服的奇遇就直接一拳朝着奇遇打了过去,奇遇正面抵挡但是依旧飞出去了数千米远。 奇遇很是惊讶,毕竟这么强大的对手,他是第一次见到,奇遇严肃地问着,你是谁? 随着烟雾缓缓散去,在烟雾之中奇遇仿佛看到了自己。 此时的杰诺斯正在奇遇的家中,帮奇遇干着家务活,接到了英雄协会的通知,赶忙赶往奇遇的战场。 画面来到了奇遇的战场,奇遇节节败退,黑奇遇又是一拳把奇遇打倒在地,奇遇躺在地上,这家伙好强。 奇遇再一次站了起来,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给我回去,你应该知道我的强大,我是不可能输给你的。 黑奇遇说着,真的吗?你跟我的觉悟不同,我是抱着必死的觉悟来到这里,而你呢?虽然很抱歉,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打败你。 要是经过激烈的战斗,奇遇已经落入了下风,身上已经多处被打出了血,但是没有什么致命伤。 黑奇遇随手甩了一下手上的血,真不愧是我,生命力相当的顽强。 此时的奇遇虽然已经察觉有限端倪,但是依旧不敢相信,这就是自己,你到底是谁? 这个时候,杰诺斯不断朝着奇遇的战场赶了过去,杰诺斯想着,要是平常的话,别说是帮助老师,我根本只会妨碍老师的战斗,我起不到任何的作用。 但是这一次,老师的对手,就是老师,如果能制造出空隙的话,只有一瞬间也好。 杰诺斯飞快地赶往战场,杰诺斯根据英雄协会的目击情报得知,现在跟奇遇老师战斗的,就是奇遇老师。 库塞诺博士前几天也说过,在Z市观察到了史无前例超大规模的时空扭曲的现象, 由于存在着跟现实并行的各种平行世界,所以多个平行世界中人们之间会相互干涉彼此之间的身体情况。 通常来说,如果穿越到不同的世界,常人的肉体跟精神都会被摧毁,但是老师是个例外。 将协会以及博士发现的东西相互对照以后,就可以推测出,应该是另一个世界的老师穿越,来到了这里。 杰诺斯来到了战场,大叫着奇遇老师。 黑奇遇第一时间发现,杰诺斯也来了,黑奇遇却显得非常的温柔,看上杰诺斯。 杰诺斯吗?我终于见到你了。 杰诺斯赶忙躲开,奇遇此时已经伤痕累累,有些愤怒地看向杰诺斯。 杰诺斯,你不要过来,这一次的对手非常的不妙。 奇遇的一拳朝着黑奇遇打了过去,黑奇遇抵挡住了这一拳,真是令人失望。 你的一拳仅仅只有这一点程度吗?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打? 奇遇表示,不用你管,我跟你不一样。 黑奇遇跃起,直接对着奇遇的头部就是一拳,奇遇被打趴下。 周围的大楼瞬间全部崩塌,黑奇遇一脚踩在奇遇的头上。 奇遇想要挣扎地站出来,但是被黑奇遇踩着,动弹不得。 杰诺斯准备了一发焚烧炮,准备对着黑奇遇攻击。 黑奇遇看着杰诺斯,杰诺斯,你想要追随的是强大的老师。 对吗?那你就选择我吧。 你这个混蛋你在说什么?赶快把你那只张脚从我的老师身上挪开。 那个人才是我的老师。 愤怒的黑奇遇产生了杀死奇遇的念头,已实在是太多余了。 正当黑奇遇打算一拳解决奇遇的时候,杰诺斯跑了过去抱住了奇遇。 看着杰诺斯保护奇遇的样子,这使得黑奇遇的一拳犹豫了。 紧接着奇遇的一拳朝着黑奇遇打了过去。 黑奇遇躲开,一拳对着奇遇打了过去。 奇遇护着杰诺斯,一拳已经击中了黑奇遇的胸口,这一拳直接打穿了黑奇遇。 但是黑奇遇却一脸解脱的样子露出了笑容。 杰诺斯看到黑奇遇的表情也非常的震惊。 战斗终于告一段落,黑奇遇彻底死亡。 奇遇吩咐杰诺斯要好好安葬他。 杰诺斯有心疑惑,为什么这个穿越过来的老师在最后却笑了呢? 奇遇有些伤感,因为他最终死成了。 在他的世界,你已经死亡了。 他一个人活得很艰难,但是又没有人能够打败他。 所以他才想到了穿越平行世界的办法吧。 在黑奇遇的世界里,当黑奇遇赶到战场的时候,杰诺斯已经死亡。 尽管库塞诺博士不断地劝阻不能穿越到平行世界, 但是黑奇遇老师坚持打算穿越,打算杀了那个世界的奇遇老师, 让自己成为那个世界的奇遇老师。 看到杰诺斯以后,黑奇遇又犹豫了。 这部同仁作品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这部同仁作品的设定就是奇遇跟杰诺斯有着非常暧昧的关系。 这个结局显得有些悲壮,但是有着另外一个结局, 就是黑奇遇跟奇遇握手烟河。 两个奇遇跟一个杰诺斯过上了幸福无比的生活。 你更加喜欢哪一个结局呢? 我是一。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,记得关注我的频道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